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列席的官員 我是不是請次長 我們現在請林次長 次長好 你這個草案 今天日及節日實施條例 這個草案 主要的負責是由內政部負責 是的 你能不能先告訴我什麼叫做紀念日 你們是怎麼定義紀念日 然後怎麼樣定義節日 紀念日的話 我們所謂的紀念日都有它的歷史的原有跟社會的背景 以及在國家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所以是在你的說明欄裡面 是的 我們的說明裡頭有特別提到 這個是對國家歷史上有重要的這個深遠影響的事件 或是日子 對不對 好那麼孔子的誕辰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孔子的誕辰的話 他在文化歷史上的話 我想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謂的道統一直都是 我想儒家的思想對中華文化 包括我想即使是在台灣我們有很多的孔廟 我想對台灣社會它的重要性應該是 好那聯合國日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聯合國日的話 這部分也要向報告的 就是說聯合國的話 當時聯合國成立 他在1972年 他就希望 不是不好意思 這個另外的話 在這個聯合國日的話 他成立了以後 他就希望世界各國能夠把聯合國成立的 放到他的國家各國的節日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在這個96年的時候 也是會商的相關單位同意了以後 然後我們就把它定為聯合國日 是現在就已經在我們的紀念日節日實施辦法 你的原住民族日 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原住民的話 他我們在因為我想 我想我們應該承認 我們就是對原住民應該給他特別的尊重跟保障 在我們憲法徵收條文裡頭 也都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因此我們 你的環境日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環境日的話 他我想 在目前整個對國際環境 的這個 我想為了一個永續發展的社會 那這個環境日的話 也是世界各國都一直非常的重視很認同的 我問了這麼多 就是要你去搞清楚 什麼叫做紀念日 一個國家去定一個國家的紀念日 是有他的很很特殊很明確的一個條件 你不能說啊 國際上人家搞什麼 我們就來這個搞一個 然後弄什麼就來弄一個 這個叫做紀念日 這個這個跟我們國家的這個 定定一個紀念日 就是要全民全國人民好好在這個日子裡面去思考去這個紀念 這麼樣的一個跟我們國家有關的而且是重大的 孔子如果真要紀念的話 也不應該是用紀念日 而是用節日 你知道吧 孔子跟中華民國有什麼關係 奇怪啦 對不對 聯合國日 跟中華民國這個應該是 要悲傷的日子啊 他把他們趕出去啦 對不對 這要紀念是退出聯合國日 那現在要讓大家知道說怎麼樣 在努力重回聯合國 聯合國 把中華民國趕出去了 原住民族日 這個也是 這個跟中華民國說實在 你說怎麼扯啦 怎麼扯怎麼連 你可以說是原住民族節日 就是紀念這個 是節日 這個跟這個紀念日 實在是扯不上關係 環境日你要紀念什麼 在環境日的時候你要紀念中華民國在這個日子裡面做了什麼事 這個也是很奇怪啊 你不覺得嗎 你真的要紀念的很多 譬如說總統直選日 譬如說總統直選日 譬如說國會全面改選 政治的 譬如說 這個 我們 婦女 參與 這個投票 的這個紀念 等等 要紀念太多了 人權紀念 等等 所以你這個紀念日我就覺得好奇怪 而且這個 國父 誕生也紀念一下 世事也紀念一下 那 行憲也來紀念 解言也來紀念 你到底在紀念什麼我實在搞不懂 實在是搞不懂 行憲跟戒言 就是衝突的啊 就是衝突的啊 那你 12月25 叫我們大家來紀念 我們實施憲政啦 憲法 在國家實施啦 然後 又要 這個 解言 來紀念一下 你自己打自己耶 紀念日 但是國家的紀念日 有很多 很多 這個 跟國家有關係的 這些 特別要去做為 國家發展的 重大價值 而且是真的有發生 因為這個 事件 日子 事件 那麼對 國家的這個發展 有重大的意義 那個才是紀念日啊 那個才是紀念日啊 你跟你 這個家庭 會不會去紀念植樹節啊 不會啊 對不對 我的家庭 我的這個 這個 夫妻啦 父母親啦 孩子啦 我這個家庭 我特別要紀念什麼 是絕對跟我這個家庭有關係的嘛 怎麼會去紀念一個植樹節呢 啊 或是紀念一個 這個行憲紀念 不會啊 那國家 如果把它人格化的話 它 整個 誕生發展的過程 有很多事件日子 是 重大影響的 真要紀念的話 不是紀念聯合國日 是退出聯合國日 對不對 那不是要高興的 這個 去慶祝 而是 要悲傷的 去好好思考一下 如何重回聯合國 那聯合國成立 當然我們參與有啦 但是後來 我們是被聯合國拋棄的 對不對 你到底要紀念什麼 原住民族 你要紀念它什麼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要重新調整 那節日 節日 節日 節日就 比較不一樣啦 節日就是有 習俗了 有這個 特別 這個國家 那麼在發展上 有 這個 特別要去強調的 那這個跟 跟我們這個國家的 這個發展價值有關的 那這個節日 我們來 來問一個問題啦 中華文化復興節 這個是要 大家要幹什麼 中華文化復興節 也是十一月十二號 現在中華文化是 還沒有復興是不是 這個是報告委員 這是目前 現有的這個節日 而且是行之有年的 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為什麼定在十一月十二號 這個十一月十二號是有什麼 什麼特殊的意思嗎 我們可以 可以不可以像這個母親節一樣 就是定哪一個月的 第幾個禮拜的 禮拜天 或是禮拜六 而且特別重要的 這個日子 好奇怪的一個日子 然後 特別重要的是說 文化復興節 這個我們把它定為 國家的節日 節日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到底 你要跟國人 傳達什麼 什麼意義 我們以中華文化立國 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我想 這個我們 在這個文化 因為我們想 我們政府 推動中華復興運動 其實已經有 有多年 那我想在整個 我們在隨著 社會的發展的過程裡頭 除了中華文化以外 當然我們必須 跟國外的 這個相關的西洋文化 來互相融合 但是我們本身 自己的這個 中華文化的話 它也是需要 被 國人所重視 所珍惜的 我們現在 大家在吵這個事情 事實上 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切割就好 紀念 節日 跟休假 切割處理 切割處理 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你可以每一天 365天 每天都是 某一個什麼 價值的一個 一個節日 一個什麼 一個紀念 一個什麼 但是休假 休息 我們基於 太多的考慮 包括經濟發展 整個社會生活的需要 所以 把它切割處理 就很容易處理 今天要 佛誕節 道 道 道聖節 什麼人權日 什麼 都OK 都OK 但是 也要考慮清楚 那一些是有意義的 不要慶祝了以後 反而造成國家內部的爭議 反而造成內部的爭議 那你 我的目的就是說 對這一些 離離落落 有的沒有的 你不要說行之有連 然後我們就 來來來來接受 不要這個樣子 我們好好重新再擬定一下 重新再調整一下 什麼是紀念日 什麼是節日 那紀念日一定要跟 你們現在法律的這個 定義有關的 是國家發展 重要的事件 的日子 你不要 攬攬做就會 這個樣子 整個這部法律 就會變成 看笑話 鬧笑話 好不好 我們重新調整一下 這個事實上 是立法院的要求 不然你們實在是 沒什麼想要去做 立法院要求說 我們要立法 立法院要求立法 我們 立法院委員會這邊 就好好來 把它整理 重新弄一下 那要增加一些什麼 要減少一些什麼 都無所謂 但是必須要是 節慶紀念跟放假 切割處理 切割處理 什麼事都解決 我是很高興 你把 把這個 這個 這228當然是 是 法律 明定的 法律裡面明定的 但是說實在 228變成一個和平 和平 我是覺得 怪怪的 當初因為有一些政黨 在立法院這邊的 角力的關係 我們 在野黨 當初的在野黨 民進黨 這邊 我們要求的 不是用和平 這個和平 這個 就像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 228這件事情 事實上 事實上 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國家的傷通 那到底 你說它是一個和平紀念 我就覺得好奇怪 那沒有關係 我們 反正 逐步的 把紀念日 節日 把它擬清楚 然後休假 要不要再去 休假日 這影響太大了 就怎麼樣去弄 還有裡面的日子 節日 節 那個慶祝的那個日期 也必須要去搞清楚 為什麼是這個日子 為什麼是那個日子 比如說 軍人節 為什麼是用九三 為什麼是用九三 九三是什麼意思 九三是有意義嗎 九三是抗戰勝利的紀念日 所以是九三軍人節 所以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 那就直接寫嘛 就是抗戰勝利紀念日 對不對 那變成軍人節 很奇怪啦 等等 像這個 你這個日期的選擇 像教師節 為什麼用九二八 九二八 因為是孔子的生日 你怎麼知道 他是那天生的 那天也沒給你 你怎麼知道 九二八是孔子生日 那是 那是我們去把它定義的啦 定義的 像這個日子都要去搞懂 要不然會鬧笑話 那直樹節為什麼選三一二 因為 那是 其實是 也是 跟我們的 國父 國父有去種樹嗎 四次紀念日 有互相 那日期的話 我們希望說 能夠用這樣一個紀念的方式 那就是搞來搞去嘛 這邊扯一下 拉一下 然後這個日子就 這個紀念這個 啊這個 亂七八糟 而且國父也倡導之處 我們好好的 好好的來重新擰一下 好不好 重新把它定位好 那像我們現在所謂 人權立國 法治立國 這一些啊 事實上都應該可以考慮進來 人權日 對不對 現在我們不是 劉曉波的 案子 這個朝野這邊都 一直在幫他爭人權嗎 對不對 那像和平日 那這個和平日我們要怎麼樣去定 啊 228當然是 但是 怎麼樣 把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很需要和平啊 人家都拿飛彈打我們 所以像類似這個 要好好去整理一下 好不好 所以你們 我看也不要太堅持什麼了 我們 委員會這邊要負起更大的責任 來重新整理你們 我們時間